这一周呢基本上的需要都是在忙合唱队的排队之间主任的比赛 然后也很累 但是很悲伤的是我们下周三比赛合唱比赛 然后周三比赛来玩之后周四周五就越好 就是于刚到的前两三天都很开心 然后我每天乐意坐在娱乐前面 看着我帮你笑着一个小时 哈喽大家好我是光俊西 然后呢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家里的鱼杆和鱼 大家可以看见这里面有一条母的大半月斗鱼 是因为他今天才到家 但是有一点点缺氧 我放在给他开了一个单件 再给他抱养 门外有一个不知道 实际上跟他打架还是干什么的 在门口等着他 然后这一条也是一条母鱼 然后半月母鱼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些蓝莓斑马和铃木黄斑马 还有就反正就是铁衣斑马 然后这蓝色的呢就是蓝礼服孔雀鱼 然后红的就是褶扇 然后这个浅蓝色天空蓝的就是那个天空蓝孔雀鱼 然后尾巴接儿带点红的就是火烧云 这条白色的鱼下棋有一点点雪斑 是他的一种花色 我觉得这种挺好看的我就买了 这一条鼠鱼我也养了很久了一年多了 其实我明明喜欢的是那种公鱼 大耳半月公鱼 只是公鱼不能一起养 所以说我就买的母鱼 我觉得母鱼也挺不错的 这条珠光白的母鱼也不错 也挺好看的 这上面对学来吃东西 不参与他们的打架 这里还有四条胎食鲸鱼 把手放在旁边 还快省管 你说瞧一瞧 那油管 你看 不过的要力啊 还没有 是不是游过来了 想跑了 快点瞧一瞧 我每次我鱼 我每次喂食的时候之前都敲一瞧 他们就知道有饲料要出来 然后基本上我一过来这样一消 他们就会游到水面上面来 太无语了 然后每次就去从那个洞里想钻出来 然后 他上次的被卡头了 我看然后给救出来了 回到正题给大家看鱼吧 这里面的鱼也是我一敲 他们就知道我要喂饲料了 然后我守望这边来 他们就会往哪边去 但是现在鱼缸里面有饲料 效果不是很明显 他们就过来一下 看见没有就又又又游回来了 但是还是可以 没有饲料的时候很明显 白色真的很漂亮 这是珠光白 它这个灯光下显得非常漂亮 这就是刚刚那只缺氧的鱼 给它放出来了 本来它在里面好像更困难的样子 我就给它放出来了 应该过一会就好了 咱们的地方 继续 试 我弟弟拿了一个不知道是干什么刷碗的吧 把那个洞堵住了 给大家看看整体的鱼钢吧 okok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拜拜